来 陆老师 其实你们两个问题很简单 一人一个问题 男生一直重复的一句话 我如果不爱你 我怎么可能陪你两年 你想说明的是 我是有付出的 我是在乎你的 对吧 女生经常重复的一句话 就是你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但是你也有对我好的地方 所以你的问题是 我喜欢上了一个偶尔心猿一马 但是有的时候 又对我倍加温暖的人 这样的人我是应该放弃 还是应该坚持 你是这个问题吧 所以接下来要先说男生的问题 你自认为说我陪了你两年 难道我还不足够爱你吗 那这就似乎于一点就是说 你付出什么能说明你爱他 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喜欢手表 那是我心爱的东西 如果我的老婆把我的手表给弄坏了 我还能保持不生气 那我可能是真的爱他 但如果他只是把我的衣服给洗坏了 我依然很温和地对待他 这并不能代表我很爱他 说明白一点就是 你自己最在乎的东西 能不能给他 那才能说明你爱他 我不觉得你那两年对于你来说很重要 你不是一个在事业上要求很有雄心壮志的人 你明明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忠诚 要的是你全心全意 不要三心二意 你做不到 那你就没多爱 你如果是一个对金钱很珍惜的人 但是你没有把金钱给他 你把时间给了他 不能说明你很爱他 你明白吗 明白 所以你觉得你很爱他吗 你明明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就是忠诚和全神贯注 你做不到 但这不否认你对他确实有两年的付出 但你的问题就是 你明知道人家想要什么 你给不了 你还要偏偏说别的 有意义吗 接下来就说你 很多女生跟主持人都会有这样的对话 赵川每次都问女生说 这男生都这样了 那你还要他干嘛 这女生马上习惯性的就是 那他有的时候对我也很好 但我要提醒你的一点是 我们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没有谁是十恶不赦的人 他当然会有对你好的地方嘛 如果他一点都对你不好的话 你找他干什么 你不是眼瞎吗 所以当你衡量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 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对我不好 但有的时候又很温暖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坚持还是应该放弃 你就应该抓大放小 就是你在乎的他能不能给你 如果你在乎的他不能给 放弃 但如果你在乎的他能给 但他又有一些你不太在乎的小缺点 那我就可以坚持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 我很喜欢一个男生 但他好矮 矮重不重要 不重要 我不那么在乎这个东西 所以我可以跟他在一起 相反另外一个女生说 这会影响下一代基因的 我就喜欢个高的 那他有他的标准 那他就找一个个高的 所以你要明白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你不可能要一个又全身贯注对你 又为你付出两年 又能在水里面把你捞起来背着 所以你要问清楚的就是我要的是什么 他能不能给我 他不能给我我就放弃 如果他只是有一些我不太在乎的小缺点 我可以坚持下去 所以人生就是在追求 放弃 权衡当中 追求最大化的心 而没有完美的心 明白吗 对于男生来说就是坦诚 我就这么年轻 我做不到那么全身贯注 我情商没那么高 我可能就喜欢跟小女孩打个产 聊个天 但我也挺愧疚的 我现在还做不到 你就坦诚 你这年纪正常 明白不明白 明白 好吧 要的是不是能给的 我给的是不是你想要的 修理 好 谢谢陀老师 我今天的这个思维方式 完全是一个很感性的去思考 所谓的情感问题 思维老师今天是用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式 来观察一段情感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所有的纠结就纠结在 就这么点小破事 你们怎么就弄不好 这是大多数在争吵当中的情侣 往往会提出的问题 就这么点的小破事 我们怎么就不行 所以老师是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 去帮你们做了一个分析 老师们说理性的谈恋爱 可以理性的去推演 这都没问题 但是在情感当中 我们很难做到理性 我们可以很理性的 说一段情感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不然你变得特别强大了 要不然那个情感已经变得不像情感了 像你们这个年龄 在我看来感受是最重要的 自己问问你自己的内心 你对这段情感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 喜欢人家就好好对人家 不喜欢人家就离开人家 爱一个人没有必要委屈自己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 在一起也三年了吧 室友说你对我挺好的 我不是说我想因为一件小事跟你吵架 我就是想要一个你在乎我的一个态度 我不是就这件小事不碰 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真的有我 如果你还是有事都做不了 会因为什么事情骗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 但我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你不能骗我 任何事我都可以去原谅你 墙上照片 听歌的花 我知道了 孩子你哭我真的很难受 我以后 努力去赶 好吧 对你的态度 对你的想法 对不起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请回请回 来 请关门 哎呀 他们现在这个恋爱谈得好累 恋爱期间请坦诚一些 对对方 对自己 来吧 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他们自己会怎么样去做选择 是觉得还可以接着相处下去 彼此给对方一个机会呢 还是就此打住 说我们可以考虑更好的一种生活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对过小说的这一对 就是希望所有年轻的朋友 慎重结婚 开心恋爱 没有尊重的付出是一种自我满足 你觉得你这是付出吗 不过是要满足自己嘛 还大言不惭地说我爹说这样 我爹说这样 我不一定觉得这都是你爹说的 还是你利用你爹的说辞来要挟别人 你以为大家都在笑是 觉得你很幽默吗 是笑你很可笑 你说你个子也高高大大的 也长得挺帅气的 怎么每天都自以为是呢 恰恰是有很多女生 她间接地认为这是一种付出 所以在最开始才会接受这种付出 才会坠入陷阱 但这种所有的付出的前提条件 都建立在你听话 你听话我就对你好 如果你要是不听话 我心里就最容不得你 所以如果当你一旦发现 这种所谓的付出 其实是一种控制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已经难以自拔 可能有些女人会说 这年头不会照顾的人的太多了 不细腻的人太多了 所以才会塑造出像这样的男生 他认为你扫过一眼的 我都得把他买下来 但是你要知道男生 其实对一个人好 掏心掏肺很容易 你就一直往外掏就行 但是当你掏干了 你也未必掏得出 对方想要的东西 真正的付出 一定是在懂得的基础之上 你什么都不懂 你就乱往外掏 最后把你掏干净了 你掏无可掏 你怎么办 就像你每个月 帮他买了那么多东西之后 那些花呗 那些信用卡谁还 你自己每个月才挣三千多 那钱谁还 我问你 就是家里能拿一部分 你家拿一部分 把别人房子租一部分 是这意思吗 那么现在你可能还做得了 一种平衡和支出 就是你父亲补贴你一部分 你再拿他的房子 去补贴一部分 虽然这种补贴的方式 是不正常的 那要是将来补贴不了呢 他眼睛扫的东西越来越贵呢 那你怎么办 到那个时候 一旦失去平衡的时候 他就成为一个罪人 所以咱且不跟你说 什么很高深的谈恋爱 到底应该是 怎么懂对方 怎么欣赏对方 你先懂一懂自己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如果你要对他好 那你就真心实意地 用细腻的观察 用尊重的视角 力所能及地 付出你 能够付出的 这不是付出 这不是爱 如果说你以前 错认为这是爱的话 其实这就是控制 所以你应该努力地 摆脱这种控制 如果爱情和婚姻 建立在这上面的话 你会越陷越深的 教练 好 谢谢陀老师 愿意为你放弃全世界 是因为爱 要求别人为你放弃全世界 是自私 女生就记住一点 如果一个男人 不管他对你多好 用这样的方式 离开就对了 男生是初恋是吧 他是 对 送你一句话 初恋时 你不懂爱情 所以失败很正常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承认 以前爱你的方式不对 但 我真的是第一次谈恋爱 就很多都不会 我希望你能多担待我一点 我就问你能不能改 我会尝试着改 能还是不能 能 怎么改 你说怎么改就怎么改 你别我说 你能不能真诚一点 你还像之前那么控制我吗 我不 你大点声说 我给你自由 怎么给我自由 我再不像以前那么管着你了 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说我 你可以 你有你的朋友圈 你有你的 就是朋友 我 都可以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好了 来看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吧 请开门 我爱你 你爱我 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 这像是第一次 一直费着爱情的自由 我爱你 你爱我 我们再也不需要借口 有一次初恋狼 就算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你是我 这生命中世上 独一无二 我说 这只是 每日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期间 来请亮灯啊 来 这个不用发朋友圈 有很多朋友会在朋友圈里发你们的 我们这节目转载率很高嘛 来来来请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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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声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求永恒永坠 追 by bwd6